請問繼續來看的時間在的話動消息 這是農料的家衛日子 在全國櫃家市 在這家鄉六萬社區 在最初是提早來慶祝 就在櫃家文化創營空空落再來營營 現場提供在麻糬 還有菜頭粿炒米粉營營的櫃家米 讓民眾不用開來品嘗 而且還有給我們團隊 來做尋常政策的演出 典行櫃家文化團身的性格 中美老實說 嘉義官第一點 會獲得一慶祝活動 上午鐵爪開泡 在這家的六萬獲得文化 創營空空落在營營 現場結合到地風三藥 和藝術文化 電視到獲得文化的團身性格 一開始率先由社區國隊 和六萬國修的舞蹈社團表演 來祝開師母 用龜旋來拜天地 拜魯旋 希望就是 可以讓大家都平平安安 宿舍不知道 所以這個傳統 文化非常有意思 所以天川日就定為客家文化日 客家文化日 我們的六萬地區 可以說嘉義官的山區有很多 燕農也好 農民 都是屬於客家 客家人 但是過去我們這裡人手 就說都隱憲客家人 大部分年輕的一代 已經不會講客家話 不會做客家美食 不會唱客家歌曲 所以我們的政府就跟我們六萬 這個本來的驗驗場 像國有傳統局一波之後 我們就規劃設計這個客家文化會館 客家文化會館 裡面有展設有常辦活動 都跟客家文化有關 既立正月20號天川日也就是 全國的客家日 農民社区是提早 利用自己的時間基盤慶祝活動 不只提供到客家美食 也都第三次集 就淘汰為 超便 和當公仔必頓的DIY體驗 包括館長電話館 立委當民文 管理完整兩天 尖昂少年 鄉長雲娘共町人也都應要參與信會 另外在9月19號 全國客家日當日 在中部向的嘉義官 客家文化會館中接受到立場 基盤傳統客家拜天川的儀式 和文聰申告的電視 射映新聞 大家看得見鄉 蔡宏布德